好我们来看高雄有慈善团体 携手社会局 在暑假期间为弱势学生 送上了奖助学金 而28年以来 协助有超过8000位的学子 因为有各界的善心人士 实际的帮忙 让他们能够无后顾之忧 开心接受奖助学金 告诉社会局 慈善团体进行奖助学金捐赠 希望透过一份爱心 让更多弱势学子 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品质 以鼓励他们 持续成长 一路从高中高一 到大学这段时间 也受实战总会协助超过7年了 对我来说这一笔 讲座实心的帮助 主要是在开学 两个学期之间的开学 会是一笔比较大的支出 处理我的学费 跟买学期开学前 有一些文具用品书籍费 帮助非常大 就是至少让我在 求学过程中可以 就专心赌注 不用像其他同学去找工作 可能买书 或者是去补习之类的 主要还是付学费 在这28年来 资战团体透过认助的方式 让每一位年轻学生都尽可能得到帮助 从国中到研究所 因为这份助学计划 不仅让他们在课外 至于学到一期之长 有的助学金在求学路上也能得到实际帮助 在这28年来 我们大概总共有辅导了大概8800多个的这个学员 那也希望这些同学将来 学业有成能够到社会上就业的话 也能够回馈社会 把这个爱的行软延续下去 当然我们也有一些的这样子一个支持我们青年的这个竹梦的一些的课程计划 包括我们的儿少的这个储蓄的账户 那我们都是希望透过这些的活动 能够提供我们的这个年轻人 有更多可以认识自己 发掘自己的这个潜能梦想 抢光合作协助若是家庭 他们的出生可能并不完美 但在各界三星人士与社公共的帮助下 即使家庭资源有限 也让他们在开学前夕感受到社会的温暖 人音新闻王商宜高雄三分报道